邵康兄在這一次的總統跟副總統的選舉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感謝 因為在最後那一刻 我們還是很堅持藍白和 我們兩位都業力等到最後一刻 尤其邵康是臨危受命 義無反顧的來挺我 這一點請我永遠不能忘 我們都是信守承諾 希望能夠藍白合作 最後雖然沒有辦法完成 但這個邵康兄的態度我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對時事的爭辯 有他獨特的看法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所以未來也期待 邵康兄能夠為國家為人民 能夠多做事 我非常的感謝 我非常謝謝 郭義兄 其實在開票當天晚上 我在 變對群眾我都講過 我非常謝謝區域跟部分區的立委 給我協助 那當然部分區立委 包括韓國瑜 謝榮介 柯智恩 還有好多部分區立委 都給我很多的幫忙 尤其韓國瑜在 開票的當天晚上 就特別到選辦來給我致意 我都表示十二萬半的感謝 過程 任何人幫助侯友宜的人 我永遠不會忘 在我最辛苦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大家伸出援手 不管他是在哪一個角色 我永遠記得 這個情勢我一輩子 我會把它記在心裡 而且 如果我能夠適時的回報 我一定錢以赴 所以我都表示 發你們的感謝 不管 是韓國瑜 也好 其他的部分區立委也好 議會23號開議 民進黨希望你到這邊補作市政報告 你會出席嗎 我尊重程序委員會的決定 那昨天見了羅森伯格等訪團 那是不是有講到說 接下來重心會放在市政上面 那黨務方面也會獨默嗎 非常謝謝羅森伯格 昨天特別 跟美國的 不管是前副國務卿 或是AIT處長 到新北市來跟我坐下來關心 未來整個台美的關係 以及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 非常的感謝 他在這一段時間 我到美國去 也給我滿滿的協助 所以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對台美關係的關心 我們都表示肯定 那選舉過以後 我也特別跟他說 我們都會團結在一起 來跟 所有的美國的好朋友 一起並肩作戰 那尤其 我們身為在野黨 一定負責監督的力量 讓台海能夠安定 台灣能夠安心 美國也能夠安心 這是我們該走的路 至於 國民黨 在立晚宴 雖然是一個多次黨 至於黨如何運作 如何團結在一起 我相信 朱主席跟黨團 都會做好完整的規劃 我會全新潛力的 被新北市的市政 以及相關的建設 潛力以赴 那如果黨務需要您的話 你也會提供協助嗎 我相信 黨有黨的規劃 我們身為黨員 會盡自己的本分 那魯斷交會不會認為 賴清德應該要凍結 台獨黨綱 那會不會認為中共 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出手呢 那 目前面臨我們國家在 國際空間的挑戰 新的政府 要妥善研究 這一套好的方式來面對 市長 趙少康在臉書發文說 幫別人選比自己選難十倍 好像是說被限制發揮 那還說自己選的話會更精湛 好像是說出自己的內心話 那好像有點酸 那另外 現在趙少康平民發文 要主導 你似乎想搶當黨主席 會認為趙少康合攝的黨主席 邵鋼兄在這一次的總統跟副總統的選舉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感謝 因為在 最後那一刻 我們還是很堅持藍白和 我們兩位都業力等到最後一刻 尤其邵鋼是臨為壽命 義無反顧的來挺我 這一點請我永遠不能忘 我們都是 信守承諾 希望能夠藍白合作 最後 雖然沒有辦法完成 但這個 邵鋼兄的態度 我非常的清楚 而且 他對時事的爭辯 有他獨特的看法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所以未來 也期待 邵鋼兄 能夠為國家 為人民 能夠多做事 我非常的感謝 那他適合當黨主席嗎 他適合當黨主席嗎 我想邵鋼兄在每一個職務上 他都能夠發揮得淋漓盡之 這次選舉比預估少113萬票 不少投科的人都後悔了 那您認為說會是這個民眾黨 假民調導致選舉的這個選票分散嗎 那另外就是利潤的龍頭合作 還能合作嗎 有人說國民黨要有自己的路標 再被牽了走了 選舉的過程 我們也知道 在紛紛擾擾的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的方式啦 那我們都希望台灣人民 一定有一個智慧的判斷 那 結果出來的 我們就是接受選民的判斷 那我們都要去虛心的去檢討 在過程當中 何友宜有哪些做得不夠 富足的地方 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們都希望我們國家 大家都能夠放下一起團結 唯有團結的台灣 才能夠面對 所有外面 最艱困 台灣的未來的挑戰 市長從1月13號到今天 你們的談話 張亞中開季委會說 呼籲出主席下台 然後說他徵兆過程相當的獨斷 還說您在 市長 市長您在選舉的時候 準備出席不足 主政策都是擠了才在擠舊章 必至惹接受 會認為說 這樣子說法是 是確實的 這樣看一件事情 選舉的過程 這個 難免 大家都有一些 不一樣的看法 那選舉完了以後 我覺得 火友宜才是 面對這次選戰 最重要 而且要一肩扛起的 所有責任的負責人 所以 任何一個 批評 指責 或是 對 黨有些 情緒性的 請不要忘了 火友宜才是這一場 該負責任的主帥 所以希望 大家 醒後以後 大家都能夠繼續 團結在一起 我們還有更 長遠的路要走 尤其要負起 監督的角色 市長從1月13號到今天 其實談話都沒有提到韓國瑜 是不是外界也好奇說 兩個人是不是有些心結 哈哈哈哈 餓 你一定是 flavor 這樣子 我非常謝謝 國瑜秀 其實在開票當天晚上 我在 面對群眾我都講過 我非常謝謝區域 跟部分區的立委 給我協助 那當然部分區立委 包括韓國瑜 謝榮介 柯智恩 還有好多部分區 都給我很多的幫忙 尤其韓國瑜在開票的當天晚上 就特別到選辦來給我致意 我都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過程 任而然幫助侯友宜的人 我永遠不會忘 在我最辛苦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大家伸出元首 不管他是在哪一個角色 我永遠記得 這個情勢我一輩子 我會把它記在心裡 而且 如果我能夠適時的回報 我一定錢以赴 所以我都表示 范裡面的感謝 不管是韓國瑜也好 其他的部分區立委也好 甚至包括很多的在國民黨前輩們 馬前總統 蕭吳總統 我都講過了 王延長 我再講一次 免得你又要問我問題 王延長 還有這個 連戰主席 以及吳伯雄 國公 如果萬一我又 名字 因為太多了 沒有提到 請大家 記得我那天晚上講的話 所以把它記好 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問題 很清楚 我都非常的感謝大家 因為 我顧和大家的期待 何友宜 只有加倍奉還 在市政工作 表現更亮 才對聯繫 十月的大家